來正好這臺灣鳳梨怎麼會像夯成這個樣子了 哎呦我覺得臺灣鳳梨夯不夯 很多人都說這只是個人的個人一個網紅啊 他不並不會影響臺灣的產價 日本也只是一個國家 他也不能吃多少鳳梨嘛 所以我特別查一下 我用數據來告訴大家 臺灣現在鳳梨有多夯 我現在談的是以金鑽鳳梨為例 好不好 3月11號就最新的 就昨天嘛 整個批發的平均價一公斤是27.14 成交量是208公噸 這是3月11號的 我們看我們時間倒轉 沒有多久回到2月27號 就中國打壓我們鳳梨的前一天 成交量只有54公噸 成交量比較少 價錢的一公斤19.22 從19.22 漲到27.14 然後整個成交量 從54公噸漲到200多公噸 然後你知道這27 每公斤27.14 有多誇張的價錢 我回到去年的3月 跟同期比對不對 同期一公斤才賣19.19塊 所以現在臺灣鳳梨 真的叫做物以稀為貴 甚至我把時間軸整個拉到一整年來看 一整年 最高最高是去年8月19號才25塊 現在已經27塊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量大價高 就是採購量越來越大 然後那個量價格越來越高 所以你看到這些數字 你敢說這些東西只是單一效應嗎 你只是單一個日本支持嗎 或者只是新加坡一個單一網紅嗎 還只是澳洲個別嗎 沒有嘛 變成這是一個全世界瘋強的效應 才會讓臺灣鳳梨越來越好 所以你回過頭來 韓國瑜剛剛講鳳梨駕崩 請問是誰駕崩啊 是韓國瑜的民調駕崩了 還是鳳梨的價格駕崩了 這不懂了 我們活在平行世界嗎 你的小編 你的幕僚沒有幫你看一下 現在批發價多少嗎 然後呢 柯智恩國民黨副秘書長 自己在節目上說 哇過去去買鳳梨 一顆了不起買70塊80塊 現在上週他竟然去買買一顆110塊 他前所未見 但是他當然不能承認說 這件事情是好事情 他說他認為有中盤商 在中間那個烘台 所以叫政府趕快去查 有沒有烘台價錢的狀況 但是結論也是什麼 市場買的鳳梨 現在一顆110塊 也是客森 從來沒有看過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搞不懂韓國瑜 看到那個鳳梨駕崩啊 價格不對 到底是哪裡來的駕崩 我搞不懂嘛 你知道嗎 澳洲政府為了進我們鳳梨 獲得多大的壓力 澳洲自己是有種鳳梨的 澳洲自己最大的鳳梨 就是水果商叫做皮納塔農場 他這個皮納塔農場又種草莓 又種芒果又種鳳梨 在澳洲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型農業商 公開喊說 為什麼要進台灣鳳梨 我們自己有種鳳梨 你怎麼可以進台灣鳳梨 這可以預期 本來就是我們把 我們有的東西去賣到人家家裡 人家當地一定會反彈 可是你看澳洲政府 還是頂著反彈的那個壓力 一樣進台灣鳳梨 最新6都已經過去了嘛 對不對 為什麼很簡單嘛 因為現在鳳梨已經被 中國用政治處理鳳梨 讓鳳梨變成一個政治的問題 什麼意思 當你中國已經不照自由市場規則 我因為政治來把你台灣鳳梨禁掉之後 那我其他各國 日本啊 韓國 日本啊 澳洲啊 歐洲 我就可以因為政治原因吃台灣鳳梨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真的少了一個中國市場 反而幫我們打開世界的市場嘛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 如果政府中間再加把禁 把這些這種短期的通路把固定下來 確定到SOP是什麼 幫農民為十八個月後再打算 因為這批網 下一個是十八個月後嘛 對不對 為下一批也做打算 一一年兩年三年 那這樣就變固定通路對不對 對 固定通路說 那就太好了 這就不是一次性的行銷了 我們不只一次性打進這個其他國家 也變成固定通路說 那就此 我們鳳梨就永遠不用再受中國前置 可是陳豪 因為剛剛那個叫賣哥 他有受到威脅 所以有人叫他不要賣台灣鳳梨 當然 這是不是可能是中國那邊的小粉紅 或怎麼樣 是真的把這個勢力 這個進到新加坡嗎 連人家叫賣都不行 我相信現在歐洲 甚至是澳洲 都會有中國相關的勢力 譬如這個皮納塔農場 他如果他對於這件事情的話 他一件事情是為自己的鳳梨農民做把關 另外一件事情 他有沒有他的草莓 他芒果 他鳳梨有沒有賣中國 如果有賣的話 他對中國那邊可能也會有壓力 那叫賣哥也是 因為他在新加坡是吃華人市場 新加坡的華人市場 或是說東南亞的華人市場 他們對於中國的情感 是非常非常連結 非常非常深的 所以他一樣會有壓力 可是你看他一樣頂住 原因很簡單 當你把這個變成自由民主的鳳梨的時候 那就已經不是單純這個鳳梨好不好吃 當然我們鳳梨很好吃 我們對世界上都可以挑戰 可是問題是當你中國先要去政治化這個問題的時候 沒有錯 那我們就來政治化出你的鳳梨問題 結果就是什麼 你中國一個市場大 再大也大不過印度 澳洲 歐洲 甚至整個東南亞加起來 對不對 所以台灣反而少了中國 開拓一個更大的路 我來講 我來講 我來講